弟兄姐妹,赞美主,每一天看见都有新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 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并且要到神面前来必须信神事 神就是我们一切,每一天所有一切的需要都是从神那里领受 上帝既然是祂的名字,就是我是的神 那上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所信的主 就成为每一天我们得救的根源 阿们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分享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我们今天调读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二十四到三十节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说,我爱帮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遮压,你们里头伟大的导要像年幼的 为首的导要像服侍的人 是谁伟大是作习的呢?是服侍的人呢?不是作习的大妈?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 我在谋念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我将我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喜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子派 我们要坐在主的宝座上 弟兄姐妹真是太奇妙了 耶稣那天跟他们立了一个约 不仅是告诉他们说 我们进入新约不在旧约律法的底下 这个新的约到底有多么伟大 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跟主的荣耀连结在一起 不但今天跟主荣耀的卑微的主连结在一起 也要跟荣耀的主连结在一起 耶稣在昨天读的经文 就在那一天晚上 耶稣跟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那圣经把这两段摆在一起 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纪念主 什么叫做纪念主呢? 耶稣说你们当如此行 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 好像我们以为就是剥饼 来喝主的杯 吃主的饼 那这个就是纪念主 弟兄姐妹如此行 不是只有指着这个 就是耶稣的意思说 你要照着我所做的去做 这叫做如此行 所以当我们剥饼的时候 弟兄姐妹记得 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耶稣他是一个完整人 他没有任何的缺陷 你我就不一样 我们是非常破碎的事情 那耶稣怎么样 使我们这些破碎的人完整 就是他自己破碎 使我们这些人都有份于他的完整 那耶稣把他的血给我们 你知道血就代表他的生命 在历微记里面说 这个生物的血 动物的血是在哪里 是在他 生命在哪里 就在他的血里面 所以在旧役里面是不可以喝血 但是我们有一个血是一定要喝 因为这个吃喝是代表联合的意思 所以当你喝主的血的时候 你就是跟主的血 主的生命联合 我们不能够吃主 在旧役里面 当然这是预表 也不能喝这个羊的血 猪的血 牛的血 弟兄姐妹 因为那是代表他的生命 一面尊重生命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可以吃他的肉 但是你不可以吃他的生命 那是叫做重生命 但另外一方面 吃喝既然是一个联合 你吃了猪的血 你牛的血 你跟猪的生命 这个羊的生命连结 这是很奇怪 弟兄姐妹 但是有一种血你是要喝的 犹太人说 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血给我们喝呢 连动物的血都不能喝 能够喝你的血吗 他说这化圣然 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喝我的血 喝的我的 吃的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就有生命在你们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得这是一个联合 所以当你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的时候 你就跟主建立了一个关系 就是联结的关系 这个不是混合 是化合在你的里面 生命进到你的底头 弟兄姐妹 今天每一个早餐 你吃了早餐 你吃完了早餐 到了中午 它消化了以后 再不是油条 不是烧饼 不是馒头 不是牛奶 也不是豆浆 你知道它消化了以后 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就是把你的胃打开来 你也找不到这些东西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一个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那耶稣说 你们要如此行 我们开始可以过一种生活 弟兄姐妹 生命会带出一个新的 新的生命会带出一个新的人生 新的生活来 新的生活 这一个生活 这一个生命会带来什么呢 下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样行呢 那我们怎么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子 弟兄姐妹 你会看见 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 是一个谦卑的生命 这边告诉我们说 在你们中间 他们就争论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大 11个人 11个人就搞不定 搞不定他们讲到底哪一个 彼得觉得我就是 但是其他人根本就不能够同意 为什么你彼得你凭什么 你只不过声音比较大一点 你声音大 你就可以做头吗 那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头 我想连犹大他也想要做头 你看钱在我这里 你知道他是管钱的 钱在我这里 那我就是谁有钱 那就是谁是老大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到底谁是比较大 耶稣说不是的 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 在你们中间谁是伟大呢 他说就是学我的样子 你看我在你们中间 你们说我是夫子 但是我服侍你们 我在你们中间 我是老师 我是夫子 没有错 可是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什么 如同服侍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 每一次当我们说 耶稣说你要如实行 我们要怎样行 就是行耶稣说行在地上 弟兄姐妹谦卑的行在人的面前 那当然我们不但是谦卑的行在人的面前 耶稣不是只有在生命品格上 他还在他的侍奉上的全能跟能力的上面 弟兄姐妹记得耶稣说 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是不是 耶稣在地上做什么呢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 是不是 一并赶鬼传天国的福音 弟兄姐妹在地上 我们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传天国的福音 在人的面前就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 当你在说耶稣的时候 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弟兄姐妹人看见什么 就看见耶稣从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 彰显出他的大能 彰显出他的能力 你当你为一个有需要的人祷告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你就在做耶稣所做的事情 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基因 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想到 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 可以让耶稣得到荣耀 也许你是不是有一个感动 需要去打一个电话 给一个很久没有来的人 或者远方的一个朋友 你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感动 你今天你可能可以 今天晚上可以不看连续剧 你可以去拜访一个需要的人 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你是为耶稣而活的 我们要如此行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成全 这个就是彼此喜讲的意思 成全你的弟兄 成全你的同工 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一同的被建造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就是耶稣说的 你们也当如是行 为的是基因 上帝祝福你们 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日子 每一天都有美好的事 上帝的恩高要充满在你的身上 为耶稣而活 他为我而死 我为他而活 上帝祝福你